大家好,現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 這個信息是我們全民共振團隊幾天之前就得到的 袁文香居士曾經在他的視頻當中提到過 那今天我又剛剛從國內體制內的朋友當中 得到了一些驗證,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些信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難以置信 因為大多數正常的人、普通的人是很難想像 一個專制極權政權、一個獨裁者 他們所能夠達到的邪惡的程度 但是我們不能夠想像的不等於它不會發生 不等於他們不會做,所以說請大家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有所預防,在二戰之前納粹德國執政的時候 他們就曾經犯下過駭人聽聞的暴行 他們把600萬猶太人關進集中營 然後大建焚屍奴,把他們所有的財產都掠奪了 把他們的金牙齒從屍骸上面敲下來 然後把他們投入焚屍奴 這種暴行當時在全世界沒有多少人相信 直到德國被打垮了之後,直到美軍 這個盟國的軍隊進入德國,進入他們所佔領的地區 找到了那些集中營,找到了那些焚屍奴 找到了那些萬人坑,直到拍攝了錄像發出了照片 看見成群結隊的猶太人,還剩餘的 還沒有被迫害致死的那些猶太人 已經行銷鼓勵,受到皮包骨頭 還有大批的猶太人正在被掩埋的過程當中 尸體被掩埋的過程當中,直到那個時候 大家才相信,劉倫堡大審判的時候 當他們公佈納粹德國的這些迫害猶太人 屠殺猶太人的這些錄像這些照片的時候 很多人才會感覺到震驚 難道這個世界上竟有這麼邪惡的政權 竟有這麼邪惡的人嗎?確實就有 納粹德國他們不是唯一的 後來的種種暴行在全世界很多國家 尤其是在共產主義國家屢次發生 在中國也曾經發生過 而且現在還正在繼續 在前三十年中國就曾經搞過政反 在和平時期屠殺了幾十上百萬的 國民黨遺留下來的那些公務人員、那些軍政人員 在和平時期他們都已經投降了 已經沒有能力反抗了 那個時候共產黨照樣把他們屠殺殆盡 而且不僅僅是屠殺他們敵對政權的殘留下來的那些人物、那些勢力 而且他們還屠殺那些根本和過去的、這個政權沒有關係的 所謂的地主富龍在這個土改運動當中 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他們發動群眾殘殺了上百萬的地主富龍 那後來又在文革當中又大肆地迫害知識分子 迫害他們體制內的自己的人造成了上百萬人的死亡 有些人可能會說那是這個政權執政前三十年所發生的事情 後面的四十年他們改了,他們變得更加文明更加理性了 他們搞改革開放了,事實是如此嗎? 不是的,那只是他們行為方式上有所改變 但是他們的心態是完全沒有變的,什麼心態呢? 毛澤東他說了一句話,非常典型的表現了共產黨人 他們所擁有的那個集體的那種意識 他說什麼?他當年在冷戰時期、核戰爭有威脅的那種時期 他說我們不怕,我們有的是人,我們八億人死掉一半 把這一半的人當作肥料,還有四億人可以和美帝國主義 和蘇聯修正主義繼續幹,這就是典型的 中共黨人的思維,有了這種思維他們就不會尊重人的生命 有了這種思維,他們就會把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 把全國人民當作他們的工具,當作他們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 當作他們保住自己權位的這種工具 所以說在後來,毛澤東死了之後 他另外的一批這些共產黨人他們照樣繼承了這種心態 鄧小平在89年鎮壓民主運動之前就曾經說過 我們殺20萬人保住政權20年的太平值得 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延續 鄧小平也死了,但是他的政策,他的思維一直持續下來了 後來江澤民政權迫害法輪功 把幾百萬法輪功學員關起來 然後對他們進行洗腦,進行酷刑虐待 其中還有很多人被活摘了器官 僅僅在遼寧,在王立軍當公安局長的遼寧地區 他就建立了一個所謂的研究所 就是研究活摘器官的這一套的技術,還得到了專利呢 他在接受北大光華學院給他的專利頒獎的這個會上面 他就公開的說了,這是幾千例臨床移植器官的 這個實驗所積累的經驗,所造就的這麼一個科研的成果 這就表明了他們這個政權一直在鄧小平死之後 一直到現在他們一直在從事這樣的大規模的 滅絕人性的這種暴政 現在這個暴政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在新疆有上百萬的人被他們關進了集中營 在那裡受到虐待,受到了處罰 受到了甚至是被處決的這樣的待遇 全世界現在都在抗議,都在譴責美國 我剛剛那個視頻講了 美國現在已經通過國家的政策來針對這個事件 來對共產黨來進行了制裁 我前面講的那些事情呢 要不就是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已經過去的事情 那有一些事情還沒有過去正在發生的 但是已經引起了世人廣泛的關注 那下面我要講的事情呢 就是現在還沒有引起人足夠的關注的這樣的事情 第一個呢就是中共現在已經研發出來了一些藥物 他們叫做主劑,組合藥劑 那是有多種藥物組合在一起的這樣的藥劑 主要分兩類,第一類是精神控制類的藥劑 服用了這些藥劑之後 人就會變得昏沉 就會對外界反應遲鈍 人會喪失一些正常人所具有的那些感情上的反應 比如說這個正義感,當你看到弱者被欺負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一個同情心 就會產生一個要打抱不平的這個感覺 這對於所有的人來說,正常人來說 這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當然了,會受於各種社會環境的這種壓力 或者是出於恐懼,大家不見得付諸行動 但是心理上的那個反應是一定會有的 正常人都會有的 那麼有了這些反應之後 他的內心的這種憤怒 對於社會不公的憤怒就會急劇的增加 那增加到一定程度大夥就會集體爆發出來 這在中國過去的這些維權運動當中 都曾經多次的顯示過中國人 並不是真正的奴隸民族 實際上是有反抗精神的 比如說在2010年的時候 我湖北死守地區的幾萬的民眾就走上街頭 為一個被殘殺的廚師打爆破瓶 最後很多人被捕 那在前兩年浙江的蒼南地區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在中國很多很多的地區都發生過這些民眾 自動起來抗暴 民眾怒見不平 對那些施暴者進行反擊的這樣的一些事件 這樣的一些維權事件 這樣的一些中共所說的群體性事件 那麼這一類藥物就主要是要消滅人的 這一方面的精神上的這種反應 讓你變得像行屍走肉一般 讓你對外界麻木不仁 這一類的藥物現在已經投入使用了 那還有另外第二類的藥物 就是肉體消滅類的藥物 這一類的藥物那就更加凶狠 它不僅僅是要影響你的精神 而且它是讓毒素在你的身體裡面慢慢的積累 剛開始的時候 你只不過是感覺到身體不舒服 但是找不到到底是什麼原因 甚至看醫生也找不出什麼原因 他說不出來你到底是什麼病 但是這個身體就是出了問題 那積累到一定程度 突然有一天你的內臟的器官就壞掉了 比如說得了肝癌、得了腎炎、腎衰竭 甚至是其他的好多好多種的病徵 這是一個組合藥劑 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疾病 包括癌症在內 所以說這一類的藥物 它的殺傷力是更大的 中共在過去這幾年一直在研製這種藥物 也曾經在一些人士 一些群體的身上做過實驗 在過去這幾年有好多位 維權人士和民運人士 他們在監獄裡面本來還是年富力強的 但是突然就得了重病 突然就死掉了 比如說大家熟悉的 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劉曉波先生 他就是在60歲,剛剛到60歲的時候就得了肝癌 他本身並不是說他的生活毫無規律的那種 他是一個非常有自律的這麼一個人 但是就在他們所說的那個模範監獄裡面 他就得了肝癌 還有在湖北的一位這個民運人士叫做彭明 他在湖北的這個沙陽農場裡面被關著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就心臟病發作 他也是剛剛到60歲 還有另外一位江蘇的民運人士叫楊天水 也是不到60歲的這個聖年他就得了多種疾病 最後在死之前被放出來 不到一個月被釋放之後不到一個月他就死掉了 這就是他們在中共監獄當中 被當作實驗品來做了這樣的犧牲 還有很多不知名的這樣的一些宗教界的人士 這個維權人士他們都是這樣不明不白的死掉了 那麼現在這些藥物已經研發成功了 已經經過了他們所說的臨床實驗了 現在已經大規模的投放了 他們會通過食鹽、通過飲水 通過各種各樣的食物把它投放出來 甚至是在很多藥物當中他們也添加了這些阻劑 目的就是要控制這一部分人的他們的精神 消滅他們的肉體 那麼控制精神類的這些藥物主要是用在一些群體 比如說現在有很多很多的年輕的大學生 他們畢業以後找不到工作 而這些人他們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知識 對社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同時又因為血氣方剛、年少氣盛 很容易走上反抗體制之路 所以對這一批人要對他們進行精神上的控制 要對他們用這些藥物 現在大家到北京的上海的好多地區的一些大學 你們去看一看裡面很多大學生 他們就產生了這種症狀 這和以前的、和我們20年以前的 甚至是和十幾年以前的那些大學生 他們的精神狀態現在完全不一樣 在大學裡面看很多人就是面無表情 非常的麻木、對外界毫無反應 真是和行屍走肉一般的 並不是他們的錯 而是中共在運用他們的藥物 來在這些人身上在起作用 那麼對於肉體消滅類的這些藥物 他們主要是運用在一些維權群體、民運人士 還有自由派的這些工資身上 還有法輪功學員 還有其他的這些地下教會的基督徒 這在中共權力體制看來 這些人都是不能夠相信的 都是盡當盡早清除的 中共現在正在急劇的向文革邁進 向一個朝鮮式的這種體制邁進 要走到這個體制他一定要消滅一批人 就像毛澤東當年消滅地主資本家 消滅國民黨所遺留下來的那些軍政人員 消滅反動他們所說的反動會道門 就是宗教界的這些人士 現在習近平他要想重建毛澤東的那個體制 他也必須得消滅這個社會上最具有反抗精神的那一批人 最有可能反抗他們的那批人 那批人第一個就是年輕的這些大學畢業生 第二個就是這些維權群體、宗教群體、民運群體、自由派知識分子 這些人現在都是他們消滅的對象 而他們現在有更有效的手段、有高科技的輔助 他們可以定點的針對這部分人來施放藥物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小心 當你整天覺得無精打采 當你覺得對外界反應非常遲鈍的時候 當你覺得渾身不舒服但是查不出是什麼病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你的飲食 同時也一定要知道現在你所處的這種狀況 絕對不是可以掉以輕心的 一定要嚴肅對待的 那前面我所說的這兩類阻劑、組合藥劑 它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一些特定的人群 還有一種措施是針對所有的14億老百姓的 這個更加可怕 在前一段時間大概在一兩個月之前 他們就開始在全國普查男性的DNA 要所有的人、所有的男性都到當地的派出所 或者是到當地的衛生院去上交他們的DNA DNA的樣本,有一些人是要上交自己的口水 有一些是要在當地接受抽血檢查 那麼他們要建立一個龐大的DNA數據庫 幹什麼用呢?這麼大的行動 中共並沒有發一個正式的文件 並沒有向全社會來解釋到底他們怎麼樣 會運用這些DNA的這些數據 每一個人的DNA數據 他們只是在老百姓問到的時候 一些具體的官員、一些執行者、一些醫生、一些警察 他告訴那些老百姓說 主要是要加強社會治安管控 說你們今後任何地方有人犯的罪了 那麼只要查到了這個DNA 就知道這個罪犯是哪裡人、是哪個家族的 這樣他們就比較容易把這些罪犯抓獲歸案 控制社會治安 這可能是他們普查DNA的其中的一個目的 但是後面還有隱藏的有更多的目的 而這些目的就更加的可怕 就更加的邪惡 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的領導人 只要你進了中共中央 他們的這個壽命就比普通人長很多 中國普通人的壽命是多少呢? 按現在官方公佈的這個數據 平均壽命是有76歲 但是這是官方公佈的 民間的這些研究者、調查者 他們所得到的是普通人的平均壽命只有65、6歲 而中共的這些高層領導人 他們的平均壽命現在已經達到了93歲 比普通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已經高出了26、7年之多 而且不僅僅是比中國普通老百姓高 他們甚至是比西方民主國家、發達國家的那些 國家元首的平均壽命都要高出12歲 這麼長壽是怎麼實現的呢? 難道僅僅是因為他們會養生嗎? 不是,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他們吃了這個特供的食品 在這方面比普通中國人有優勢 但是跟外國的那些元首比起來他沒有優勢 因為外國的那些食品都是安全的 都是非常健康的這些食品 所以說他們的特供食品最多也就是 跟外國普通人的食品一樣 所以在這方面他是沒有優勢的 那麼在醫療條件方面 他確實是比普通人有很多優勢 他們每年每個人花費的醫療和保健的費用 中央委員平均是在2000萬之多 所以說他比普通人有優勢 但是生老病死並不是說你醫療條件好 就能夠實現那麼長壽的 外國那些國家元首他們醫療條件也是非常好 甚至外國普通的這些人醫療條件都非常好 他怎麼沒有這麼長壽呢? 所以這也不能夠完全解釋 他可能因為這個醫療條件好比普通中國人要多活幾年 但是不會多活二十多年 因為人體這麼多器官 只要有一個器官他不能夠工作了被損壞了衰竭了 那麼這個整個的人就不能夠再繼續生存了 所以中共的實際上他們長壽的還有一個秘訣 就是經常換器官 在一個器官壞掉了他們馬上就能找到一個新的器官 來重新讓他們喚發生機器官哪裡來的呢? 是從別人身上拿出來的 在過去中國的器官移植那是非常非常的發展非常的迅速 在這一方面可以說是已經跨入了世界領先行列 很多國家的這些政要 尤其是那些不發達國家那些極權專制國家的政要 他們都到中國來換器官 在津巴布韋的那個前獨裁者穆加貝 活到97歲前一些月剛死 他就是到中國換過器官 他不是唯一的一個 二十多年以前我剛剛到加拿大的時候 在一個醫院做了一段時間的義工 當地的那個醫生就告訴我說 他們的這個醫院裡面經常有一些洗腎的病人 突然之間就消失了 然後過了一兩個月就回來了 就告訴這個醫生說已經從中國換腎回來了 器官移植在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產業鏈 在過去在2015年之前 按照中國前衛生部長黃潔夫的多次公開的表述 主要的器官來源是來自於死刑犯 當然後來他們公布了一個法律說 不能夠再用死刑犯的器官了 但是這個法律並沒有真正的得到執行 他只不過是公布出來給外界看的 給全世界看的他們還在運用死刑犯的器官 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幾乎是99.99%的這些中國人 他們都是不願意在死後把自己的器官捐獻出來的 捐獻器官是和我們中國人傳統的觀念是相違背的 大家不願意捐獻器官,所以到現在為止 器官的主要來源還是死刑犯 但是死刑犯現在不夠用了,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習近平他要想建立一個龐大的 一個新的毛澤東式的金正日式的集權專制體系 他需要更多的人加入他的執政的團隊 不僅僅是在中央,而且是在各個地方 他都要建立一批對他絕對中心的黨政軍體系 他要把這些人要籠絡起來,靠什麼籠絡呢? 不僅僅是要靠經濟上的利益 因為中國將來的經濟會要崩潰,他們會有一些特權 但是這些特權對這些已經享受慣了 榮華富貴的這批官員來說,吸引力並不是說太大 那麼靠什麼呢?靠他們的生命告訴他們 給他們一個承諾,加入了這個系統,忠於習近平 那麼你的生命就會比別人長得多 你就會更有保障 因為當你將來某一天某一個器官壞死的時候,衰竭的時候 我會給你一個新的器官,而且現在我們有了一個龐大的人體器官庫 一個活的人體器官庫,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按需分配 只要是在這個體系裡面的高級的成員 那麼你們就會得到這樣的保障 所以這是一個未來建立一個專制集權體系的環節之一 現在普查DNA其中的一個目的,隱藏的目的 就是要把全國變成一個器官庫 所以現在在中國不是僅僅是那些民運人士、維權人士 法輪功人士或者是穆斯林他們所面臨著一個非常嚴峻的局面 實際上是所有的中國人,只要你不是中共統治集團的一員 你就是一個被殺害的對象,就是一個被迫害的對象 你就是一個活的器官庫 大家一定要意識到我們現在所處的這種處境 一定要及時的想辦法,那現在面對著這個普查DNA 大家能夠逃就逃,不能夠逃 就一定要把全村的這些男女老少都組織起來,來抵制他 警察來強制抽你的血,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 驅逐那個警察公社的衛生院的那些醫生 要來強制的取你的唾液一定不能讓他們成功 一定要讓他們這個計劃要讓他們泡湯 否則的話一旦實施出來,那這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 一個巨大的災難,我們將會被當作牲口 我們將會被當作動物,我們將會被當作實驗品 我們將會成為案板上的肉 我們將會任人宰割,一定要抵制他們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希望聽到這些信息的朋友 尤其是這些維權人士、民運人士和自由派知識分子 大家一定要想方設法的,當然是在安全的情況下 要盡力的傳播這些信息,要向我們身邊的人 要向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街坊鄰居 傳播這樣的信息,讓大家都警覺起來 有這樣的意識,所有的人都警覺起來 我們才有生存的希望,我們中國才有見到光明的希望 好,謝謝大家,下次再見!